第四集 我想要問提改 那時候我看到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在提什麼改什麼 其實提改這一個詞也是 經過了一系列的討論 最早一開始是叫什麼 單向體育協會改革 後來覺得 哇!這是一大串啊 這樣誰知道在講什麼啊 而且不好記啊 所以就變成體育改革 再到後來就說成體育改 什麼叫做單向體育協會的改革呢 我想一般民眾啊 通常看到一些體育新聞 如果很扯的時候 會直接罵國家 啊你怎麼讓國手去發生這種事情啊 去了沒有桿子啊 腳架在全景場上努力練習 但手裡的桿子是跟日本選手借來的 自己的卻沒有送來 下飛機之後就知道 就是沒有桿子 然後要四處去尋找 狀況都是非常的好 卻要在旁邊這樣子 看著大家 一一跳過一個高度 然後就覺得很難過 衣服尺寸不對啦 鞋子不對啦 要去訓練的地方 跑錯滑了 跑到不對的國家去訓練 就是我們明明是要去 這個比較冷的國家 結果訓練的時候 跑去一個超熱的國家去 這個時候通常 鄉民們或朋友們 就會直接一直罵政府 就是因為 這些體育活動 都是通常就是代表國家啦 嗯 納粹金也花了滿多在支持這一些體育活動 其實在組成這一些代表隊啊 是由所謂的單向體育協會組成 而且一個國家也只能有一個這樣的代表隊 所以這一些協會 比如說籃球就有一個籃球協會 對 對 棒球協會 牌球就有 所以它一方面叫協會 看起來是民間團體 但另外一方面在台灣 這一些協會拿的資源 大部分又是來自於國家 而且它又是只有一梗 所以它進入是獨葬 它跟國家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給這些協會很多的資源 有的時候它好像搖聲一邊說 我是民間團體 我不要受到別人的監督 所以就會發生我剛剛講的這些 什麼甘肢沒帶的啊 什麼衣服 因為他們就自己做自己的 就自己弄自己的 別人也插手不了 以前就是整個都封閉的 要加入也不知道怎麼加入 那要選說 那我會不會來這個協會 當理事也不知道怎麼當 可是它又可以從國將來前 那這就是一個很吊詭的地方 進到了這個立法院以後 其實這不是一個很主流的政治題目 因為有一些新的年輕的立法院進來 所以就會被討論了 其實這是真的蠻好的事情 所以這一次題改也是在這一屆裡面 被正式的來去討論 就是說要去修改這個國體法 國民體育法 讓它可以開放 讓關心這個運動的人 都可以加入它 再來就是 它的這些財務必須要透明啊 它必須要有一些利益迴避啊 例如說有一些協會 整群這些選手出國比賽 一定會有一些水團的翻譯跟工作人員 有某一些學會的高層呢 就是安排自己的假人出去玩 但是給你叫做 你叫做翻譯 你叫做什麼工作人員 結果它根本不會講英文 然後或是說 每一次出國比賽 都是包給自己開的旅行設施 所以就是 就是給自己人賺這樣子 沒錯 這一屆的這個立法院裡面 我們都有在國體法裡面去修法 而且因為可以自由的加入 所以就比較容易被監督 那這個是目前的進度 但是到現在這樣子 也不代表說就有事情都解決啦 因為我們一些有心的人士 他因為在裡面已經很久了 他還是可以控制了很多的會員 而且他對遊戲規則比較了解 所以其實在國體法修法以後 有要求這個限期之內改變 你就在開放讓大家入會 然後來開始選擇 於是就有一些協會 他就灌入了很多人頭的會員 例如說我有採截的電話 採截家裡有20個親戚 然後其實根本那些人 都沒有來投票 對對對 或這些人根本就沒有 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入會了 占有這些協會的人 就用一些奇怪的手段 繼續占有 被抓到了以後 本來政府也是打算請請放過 到了今年的時候 就比較嚴厲的來面對這些問題 體育署還是有一些手段 例如說堵住,停起來 介入你的選舉 要求它作公正公開等等 上一次那個選舉無效 我了解說 體育署他要找一個橫評 因為你有的時候 讓這一個協會停住了 那如果剛剛還要比賽呢 選手不就不能去比 會有一些要橫評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橫評的過程 不能停止進步 怎麼樣 我们要能够不影响到选手比赛的同时 你要要求这些学位的感觉 所以这是后面 慢慢大家有在重视 然后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体育的这一个活动 或说这个产业 其实是年轻族群非常关注的 大家不只是会看球赛看比赛 其实我们自己身边也有很多 越南哥的朋友在从事这些工作 所以我们的产业环境 都必须要跟着这个年轻时代的改变 才变得更健全 我们到底可以怎么让体育的每个环节 都变得很公平 而且很有保障 那这也是我想记住 我们年轻一代的立法委员 持续在国会里面帮大家来监督的 除了临场组委员会持续的 为大家监督体育协会的运作之外 维护选手的权益 以及建立更完善的保障 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立法委员 会在国会为大家努力的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